拍攝的時間是12月 正值冬天嘛 大家都穿得很厚 一個棉袄 羽絨衣什麼的 這時候你穿一個海灘風走出來 你就是街上最亮的宅 字幕這邊幫我誇號 還要補爛多久 是真的 很迅速耶 那你覺得你這樣配打幾分 7.5 哎呦好像蠻高分的耶 埃及厭惑的FU 埃及 欸欸 等一下你要去哪要去哪 回來 來 我不能就這樣一走了之嗎 你要去哪裡 出國了嗎 我好想出國喔 行李箱那麼大的要幹嘛 我們進來拍賣這個行李箱 一個500不用 沒有啦 一個500不用 欸500太便宜了 今天我準備了一箱 衣服褲子 就是有很多我的 平常一些 可能會穿到的單品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要來看 世新大學的同學 能不能用這些單品幫我配出 我平常不會穿的風格 或者是想不到的 搭配這樣 不要只說女生穿的好看 對對對 你要懂得要怎麼搭配 這樣以後女朋友問 以後女朋友叫你搭 你才知道要怎麼搭 對才不會被女朋友罵 沒錯 我們今天來一個 Morosa先當你的一日女友 一日女友嗎 對啊 心理箱都準備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在跳什麼 會不會差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 到底會有怎麼樣的變化呢 Let's go 好 走 看看我現在在幹嘛 妳直接充電喔 對啊 對啊 我是一個手機成癮真的很重的人 會一直滑 一直滑 一直滑 它這個墊就是裡面有行充 然後呢 再直接接到這邊 然後我再插進去 我就可以充了 可以放飲料耶 可能出國有習慣去買個 對啊 我希望這個飲料 我大概是會放星巴克 嘿嘿嘿 看起來很有排面 很像是那個名媛的人 對 你看 很物質的人吧 我其實看行李箱主要是看它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輪子好不好錄是重點 它超錄的 超級好錄 都快飛走了 重要是因為你行李箱本身不能太重 嗯 對 因為你其實這樣能裝的東西 就會少很多重量 它那個是海關鎖 就是它可以就是如果海關機查你的東西 對 不會把你的行李箱破壞 沒錯 趁著這個疫情後時代 想要出國玩 或許可以跟我拿情侶行李箱 行李箱 我們找到了一個看起來蠻會穿搭的朋友 早上去找老師 有穿比較好正式一點 再麻煩你幫我選 衣服褲子各一件 然後我待會就直接換 然後我也來看一下你的眼光怎麼樣 好 可以喔 可以啊 OK 有自信嗎 6分 6分好 來囉 走了 換好了 欸 很迅速耶 那你覺得你這樣配打幾分 7.5 唉唷 好像蠻高分的耶 埃及艷厚的FU 埃及 是一個女生這樣轉在路上 你是OK的嗎 我還好 你還好 那會多看一眼 那是什麼褲子嗎 會 我會多看一眼 那也還不錯 這其實很難嫁 因為一般人不太會在路上這樣穿 除非要去參加什麼那個 主題趴嗎 對啊 主題趴 或者是社交的那個活動 在我身上 你覺得架是有架遇到的嗎 我覺得還OK啊 或是跟女生沒有出去玩 你覺得他這樣穿會嗎 有啊 有去夏威夷的感覺 夏威夷 那所以我剛剛原本那一套 其實應該比較適合是你的菜吧 對啊 是吧 平常比較喜歡宿舍 想換一個那個花梨胡椒來看一下 好 花梨胡椒看一下 好啦 那是OK的 喜歡 是OK的 那我們就謝謝這位小帥哥 幽默風趣的小帥哥 謝謝 那我們就要請這對可愛的小群 幫我配個穿搭 我反而喜歡他穿短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身材很好 在法律的範圍之內 把他就是能露的把他露出來 欸 那你兄弟很開心耶 那對 配穿搭有信心嗎 他的話沒有什麼信心 沒有啦 因為他平常穿的衣服就是運動的 就是可能會出現什麼 紅沛綠一些奇怪的穿搭 然後我看了就不開心 那我會夸他配 會 我會夸他衣服好看 但是他想不出哪裡好看 這個我覺得比較像是那個生存欲 比較高一點 跟穿到無關 好 那我們現在就邀請兩位幫我選一套 可以穿的 我很緊張耶 怎麼辦 被他搞 被他搞 有點想搞 我在四星已經沒有什麼形象 上次還穿什麼兔兔裝在這邊 今天換成我是饅頭主題 我們等一下還配對 原本就情侶還要配對 那321就請你轉過來看你男朋友是怎麼幫忙穿搭了 321 我們拍攝的時間是12月正值冬天嘛 大家都穿得很厚 一個棉袋羽絨衣什麼的 這時候你穿一個海灘風走出來 你就是街上最亮的宅 因為它很白 所以他穿一個灰色的話 反而能凸顯他肤色的白皙 字幕這邊幫我誇號 還要唬爛多久 是真的 是 對 今天走的是一個海灘慶禮風 很casual 這樣很休閒 對 希望真的會穿一個T恤在裡面 要有一點特別的風格 讓它與眾不同 然後大家都海灘風就沒有什麼特別 好 你可以評價一下 評價一下 你是沒有想到就是這個襯衫會突出來嗎 對 他給我看圖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它那麼大 如果穿衫大一點的話會好一點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套子穿到 我爸帶我弟出門滑雪滑冰的時候會穿的衣服 我就問一個字簡單問 今天你以後敢給它穿搭嗎 你敢這樣 不對 我不敢這樣問 你都會穿裙子在外面走 蛤 What 我可以在家裡這樣穿 但我不會這樣穿出門 OK 結果我是變居家風 滿分幾分 10分 可能是10分嗎 4.5 4.5 沒有及格喔 還有一個尊重的感覺喔 我給2分 好 那我們就謝謝 謝謝他的配對 穿搭配對 OK 那 那我們就邀請兩位 然後可能可以一人選一個單品之類的 OK 那我們換完了 甜色配深色 滿基礎的一個穿搭這樣 算安全嗎 對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1到10分 沒關係就大膽的給幾分都可以 7分 很高耶 那我給7.5分 哇 更高 我覺得很想跟他們當朋友 我覺得其實如果今天單品在 可能特別一點 我覺得他們兩位 我相信一定也是會配得非常 有特色的衣服 那我們想問一下 外面女生 你會覺得怎麼樣穿搭 是你會覺得很亮眼的 第一點我覺得主要還是看臉 看臉 看臉 滿顯身材這種穿的 那我還不錯 像你這件褲子就 我覺得還行 喔 還行喔 好 那聽說你剛剛已經有一些想法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請你跟我說是哪一套 我就立刻去換囉 好 那我換好了 如果說是這一套你這樣搭 會博取你多一眼的機會嗎 會吧 會喔 所以你是覺得這一件看起來比較特別 所以選擇嗎 是嗎 上衣 你知道這個圖騰叫什麼嗎 變輕鬆 你看 但懂的人就懂今天是1到10分的話 配我這張臉 你剛剛說的臉很重要嗎 嗯 這樣的話是幾分 9分吧 9分 今日最高分 我跟你說我等一下就穿這套直接回家 希望我下一次可以再準備更多單品 再讓他們配一下這樣子 好 謝謝這邊同學 耶 謝謝 耶 我們今天請很多人幫我搭碗了 你知道我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會搞出怎麼樣子的火花出來 畢竟都還是你的衣服啊 大家都比我想像中和善一點 我以為就是會再更可能 古稿下高一點 然後剛剛這些牛臺褲 嘿 有點背對不對 呵 差點穿不繼續 那邊拉超久 搭配 底下可以留言幫摩托俠座穿搭 搭衣服 統整下來好像還是適合 當比較微辣路線的一種 我內心是還蠻想要可愛的 可以啦 偶爾有些反差也不錯 是嗎 而且今天分數大家給很高耶 好 那如果還有什麼意想不到 拜託一定得留言一下喔 好 喜歡這支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 酷比鬧大學的Youtube頻道 然後呢還有IG 然後可以追蹤我們Rosa的IG 跟Morosa的TikTok OK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掰 趕飛機 趕飛機 要去哪裡 要去夏威夷了 對 掰掰 掰掰